來 趙天麟我想請教的是 昨天護衛隊 韓國瑜護衛隊 跟媒體爆發衝突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剛才小君講到說 這個李千榮他說 這個贏三十萬還不夠 他可能希望能贏到五十萬 可是昨天如果 那位被掐喉的記者 他住在新北市 他可能會連這一票 跟他的家人都拿不到 因為昨天那個動作 實在是非常的粗暴 他是一位女性 而且他在這個立法院 跟黨政記者之間 大家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菜鳥 他其實算是一個 資深的媒體記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針對一位女性的媒體記者 他用的方法是 把他這個掐喉 推擠 然後讓他在非常痛苦的過程當中 而且不是偶爾為之 甚至在 就是這個畫面對不對 對 這個是在整個上車 非常混亂的畫面 然後他從進去參拜 然後到出來上車的過程當中 沒有一刻是安靜的 沒有一刻是穩定的狀態 然後在這樣的護衛隊 對女性所進行的處理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友台 也就是T台 那的記者也非常的抱不平 所以T台的這個女性的記者 紛紛的都在自己的這個 這個臉書或者相關的平台 都發出不平之名 那你說剛好時候這樣 做一個採訪有需要這樣嗎 你從去年選市長的時候 你的護衛隊就已經惡名昭彰了 那你到了今年 你已經當市長了 其實你已經有隨護 而且你已經有能力請保全或保安 你也即將有國安要進駐了 你的護衛隊為什麼還這麼粗暴 甚至有人形容這已經近乎於性騷擾的層次 可是很麻煩的是說 整個T台開始在公佈這個新聞 在YouTube上面有它的新聞之後 包括這些媒體記者 所做的自己的平台所公佈以後 韓粉沒有反省能力 韓粉在上面所批評的就是說 你明明知道我們人氣很旺 你幹嘛派女性記者來 你知道這意思嗎 他意思就是說你派女生來 誰這麼說 韓粉們 就是在這些下面的留言 然後在留言裡面 甚至用那種譏諷的 批評的 毫無反省能力的 然後去對這些媒體記者 他是在線上非常認真的記者 進行很多的批評 在這種情況之下反彈就極大 所以正常人都知道 這個對選票至少是 贏30萬 50萬 這個可能是半夜吹口哨壯 但他是一定往下撿的 他不可能加分的那種畫面 所以我們看到說 他的何庭歡 靜董的發言人 立刻就出來道歉 因為這是東西一定道歉的 甚至還有獨家報導說 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淺秋 還要帶隊到電視台 正式的去跟記者道歉 但這新聞還要再經過 這是王淺秋的老東家 王淺秋在TVBS也待過 我們姑且先不論 一個高雄市的新聞局長這樣做 有沒有黨政不分 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但問題是說 這代表這件事情 其實完全惹惱了 不分藍綠的媒體跟記者 因為這是不對 可是我們要談的是說 在很多的留言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記者 也在探討 去年你可以說有台的記者 某一台他可能特別 被形容成叫韓天台 所以那個護衛隊還會辨識 如果你是親韓國瑜的媒體記者 我把你弄為內圈 你不是親韓國瑜的媒體記者 我把你分為外圈 而且內圈外圈之內 那個暴力傾向不太一樣 甚至還有被推倒的做攻擊的 所以引起了媒體記者 非常大的批判 批判之後他們其實有做個調整 跟反省檢討 可是有的媒體記者 他嚴重的質疑 這是故意的 故意的 也就是說他的動線 其實你要知道 我們在座有郭台銘先生的團隊 有蔡英文 對 我們是屬於蔡英文陣營的 然後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服選或自己選 選過很多次 從阿扁以來到馬英九 誰沒有當過網紅 誰沒有當過真的是超級的明星 大家的這個護衛隊 大家的糾察隊 大家的保安 都非常有經驗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為什麼說是故意 有時候那個動線往前走 韓國瑜到了現場之後 或他的幕僚會突然說 我要改這邊 那小軍你想想看 他基本上 基本韓粉就很多 所以在現場 其實秩序要維持不太容易 假設我要往這個方向走 10點鐘方向走 記者已經全部能排好了 你在當初的溝通裡面 大家都溝通好了 記者都排好 結果你突然要往2點鐘方向走 你知道記者會 從2點鐘到10點鐘方向 記者就全部發瘋了 全部就 他就要改變他的動線 擠到前面來 你的護衛隊 就更激烈的去做排除 媒體記者就質疑 這個做法只是為了造成 萬頭磚洞 萬人空向的一個畫面 也就是說這個畫面 其實是不必要的 這個畫面經過多次的溝通 多次的道歉 韓正宜多次的道歉 早就已經有默契 可是為什麼每次還是這樣的畫面 可以讓韓本說 這就是我們人氣很旺 其實某種程度上 那是不必要發生的 我要再次提醒 再過幾個禮拜 國安人員就要進駐了 國安人員要進駐之後 你的護衛隊到底是退場 還是每天跟國安人員 再吵架就好 吵完架以後 你還可以說 這是國家機器 干預我們的選舉 所以我們最後要講的是說 在你在判斷你的民調 判斷你的選情 有多少的情況之下 我要提醒的是說 新北市的這一場造勢 是扣分的 這樣的一個護衛隊的 對女性記者的粗暴動作 是沒有必要 而且再三的道歉不夠 你應該從 立刻下一次活動開始 就要立刻進行改善